对于王一博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因为他可是娱乐圈近年来的当红炸子鸡 也是当前国内的顶流 无论是颜值还是内在的底蕴力量 他绝对是一等一的人物 早在十几岁的时候 王一博就已经凭借出众的实力 成为了组合UAIQ的一员 在组合里王一博也是门面担当 跳舞相当的厉害 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不断打磨自己 使自己向各个方向全面发展 在2016年王一博还成为了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因为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 虽然在节目拍摄过程中话不多 但因为极强的学习能力 时常与嘉宾进行互动 更因直男属性也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如今的王一博不仅是歌手和主持人 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演员 出道以来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像《人间志位是清欢》 《私立属山学园》 《陪你到世界之巅》等等 虽然演技好 但是却都不火 直到沉浸了两年 在2016年王一博凭借与肖战合作拍摄的电视剧《陈请令》 已经播出瞬间火遍大江南北 迅速晋升为当红小生 可以说自从《蓝忘机》这个角色之后 王一博的人气和资源也是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放眼整个娱乐圈 可以说他目前的人气完全是属于一线行列的 人气流量方面也是属于调配的级别 而爆红之后的王一博一点架子都没有 依旧很勤恳的工作 所以单凭这点 他就值得粉丝们的喜欢 成名之后 不像其他明星一样耍大牌 能一直坚持出心 确实很难得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 王一博的颜值是大家公认的帅 他的五官非常立体 精致 特别是他的眼睛 明亮而富有神韵 散发着一种清澈的气息 哪怕他平时说话很直 但依旧逃女粉丝们喜欢 众所周知 艺人一般在上台或者参加节目都是会化妆的 王一博也是如此 化妆过后的他看起来的确非常帅气 因此许多网友也开始好奇起了卸妆后的他会是什么样子 这部 有次天天兄弟们一大早要录制节目 所以他们约好大家都睡在一个地方 而早上大家都起床了 就只剩下王一博还赖在床上舍不得起 而这样的王一博别说还真的是太乖巧了 过了几分钟他终于起床 此时 大家也终于看到了他素颜的样子 一瞬间王一博的素颜就成为了粉丝的亮点 可能因为还在睡梦中 王一博还嘟着小嘴整理被子 顺眼惺忪的他看上去非常嫩 简直不要太奶了 而喜欢王一博的粉丝都知道 他是一位多机发展的艺人 他的身份其实有演员 歌手 主持人 还有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不得不说 年纪轻轻的他 就拥有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 可见 王一博可不是单单靠联吃饭的 如今的王一博是正能量的代表 是当代青年人的代表 也是吉爱国精神 工匠精神于一身的代表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